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一名武装男子今天稍早试图闯入联邦调查局 在二海二州辛辛纳提的大楼 随后逃跑并朝警员开枪 期间曾与警方对峙 当局表示没有官员受伤 嫌犯也未成功闯入大楼 报道说这名身穿灰色衫和臂弹衣的男子 手持一把步枪和钉枪闯入大楼的安全检查区 疑犯在执法人员介入期间逃走 向71号洲际公路方向逃去 目前还不清楚动机 洲际公路在事发后双向封闭 当局也封锁公路附近范围 呼吁居民留在室内 马在诸塞州民主党参议员沃伦 批评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隐瞒美联储官员疫情期间的交易信息 称美联储监察账的调查结果令人不安 在已经天披露的沃伦至鲍威尔的信函中 他指出监察账报告 对你继续向国会和公众隐瞒美联储官员 金融交易活动关键信息的理由 表达了新的关切 沃伦是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成员 该委员会对美联储有监督权 他还向所有的12家地区联储银行致函 要求提供2020年1月1日以来所有高级别官员的证券交易记录 并以8月25日作为最后期限 爱沙尼亚外交部宣布 爱沙尼亚将停止参加中国与中东欧的合作机制 今天稍早另一个波罗的海的国家拉脱维亚也做出相同的宣布 这一位的现在仅14个欧洲国家参与这个由北京主导的机制 在立陶宛去年5月率先正式宣布退出前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曾在希腊于2019年加入后 一度扩张至17加1的规模 但在波罗的海三国自去年以来相继退出之后 该机制如今已缩小至14加1 爱沙尼亚外交部表示 爱沙尼亚将持续致力与中国维持有建设性50的关系 包括在依循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和人权等价值原则的前提下 推进欧盟中国关系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创立于2012年 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都在当年加入 不过爱沙尼亚外交部今天表示 在去年2月召开的高峰会以后 爱沙尼亚就未曾参加在该机制框架下举行的任何会议 新加坡政府为了进一步抑制糖尿病的发展 明年底开始会禁止以广告宣传高糖分和反式脂肪含量较高的饮品 这些饮品包括在咖啡店现场制作的饮料 限榨果汁等 卫生部将要求售卖这一类饮品的商店 在实体和电子菜单中 标示糖分和反式脂肪含量较高饮品的营养等级 从今年年底开始 所有包装饮品和透过自动贩卖机出售的饮品 必须贴上营养等级标签 禁止以广告宣传被列为糖分和反式脂肪含量最高的低级包装饮品 新加坡有超过40万名糖尿病病患 平均每9人就有1人患病 每年平均有大约1200名患者需要截肢 更多详细的报道 请7日收看即将播出的话语电视晚前新闻